去年日附上社會隊 40年來第一次守護 投入的25萬人進行軍事演練 在沖繩還有就是 尤求頻道這一半 已經建造了很多的軍事機率 但是日本人幾乎都在相信 台灣勇士這個活法 日本人都相信中國政府是危險的 這是因為日本人都被騙了 日本、美國、韓國所建立的準軍事同盟 就是以台灣勇士為機構而展開的 這個就是意味著日本、美國、韓國 是要對台灣的進行戰爭的準備 真正危險的並不是中國政府 而是日本跟美國的帝國主義 國將